人死到底能不能复生 大陸廣西省一个偏僻小山村 有个40岁的壮丽男子 有一天突然离奇死亡 不料出名当天 怪事截二连三发生 就在妻子要到坟前祭祀时 莫名传出有人撞击棺材 后来棺木里的丈夫猛然苏醒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每到半夜尸体从坟堆里冒出 见人就抓 抓了就咬 现实生活中人死真的能复生吗 40岁的梁金石家住广西偏远小山村 几年前莫名得入外壁 他皮肤溃烂 不成人形 这一天老母亲一如往常 送早饭给儿子吃 不管母亲怎么喊 梁金石始终不为所动 毫无反应 赶紧找来大儿子帮忙 没想到梁金石已经撒手人寰 在外打工的妻女连忙赶回家奔丧 所以奇怪 梁金石死后第三天也就是出病当天 原本好端端的天气突然乌云密布 雷电交加 难不成是老天不让梁金石下葬 就在头七这一天 当晚七点怪事发生了 妻子越接近两点十分前 气氛越是诡异 隐隐约约 他听到棺材里喘出声响 这下所有人屏住呼吸 这不是有人不断撞击木板吗 村里胆大的人连忙跑来扒开土堆 甚至是村子里专门断定生死的武作 也来一探究竟 没想到一打开棺材 大伙吓得目瞪口呆 村子里议论纷纷 人心惶惶 梁金石到底是人还是鬼 怎么可能死了三天 入土六个小时 还能像个活死人爬出墓穴 有人说他死而复生 还有人说他是变成厉鬼来讨命 如果梁金石不是死而复生 难不成他根本没死 那当初请道士超度亡灵 他怎么可能毫无反应 更何况他的死 还是经由从事武作多年的 主业生专业鉴定 梁金石复活的消息传遍千里 后来经过腾县人民医院 更确定眼前的梁金石 确实是个活生生的人 既然没死 那梁金石怎么会出现 身体冰冷僵硬的夹齿现象 医生一番检查后发现 他多年来罹患糖尿病 只要血糖严重飙高 就会深度昏迷 原来完全失去意识梁金石 被入关下葬后 发现空气稀薄 胸口发门 才慢慢苏醒 好在当时的墓穴 只是先用纱带封住 还保留一丝空隙 常常梁金石苟延残船地 在土堆里多活几个小时 这下死而复生之谜 总算真相大白 梁金石也幸运地 捡回一条小命